好 好 班開洗衣機後方 衣架雜物統統沒清出來 房子裡頭床上雜物 直接堆成一座小山 李小姐原本找來一名 黃姓清潔員 談好要打掃乾淨 沒想到對方拿了錢 事情沒做完 就直接落跑 那時候是用我媽房間而已 可是就是也沒有用很乾淨 對 就是衣櫥拆掉嘛 然後後來第二次去油漆之後 後來就開始一直找藉口 點開對方經營頁面 將過去打掃影片放上網 粉絲將近千人 當時聯繫上他 談好屋內清潔以及衣櫃拆除 外加垃圾清運 費用一共兩萬三 但才來兩次 對方就直接落跑 更誇張的是 存錢筒裡頭約十萬元現金 以及多瓶私藏酒也被丟掉 事後詢問對方 他也回應 當初有要求把重要物品收起來 清理當下就直接統統丟掉 讓李小姐損失超過十二萬元 一般能看到那種東西 怎麼可能會直接去給你丟掉 那一看也知道是存錢筒 之前詢問清潔人員 對方坦誠因為個人問題 才沒有辦法完成後續工作 丟失物品部分 當初雇主也有授權清理丟棄 目前也已經退還一萬元 但要避免類似清潔糾紛 除了事前溝通 裝設監視器也是自保辦法 裝監視器的好處也是可以去了解 清潔人員服務過程是有哪些地方 可能是有符合客戶的需求的部分 所以這跟我們目前正在做的流程 其實是蠻符合的 另外也要簽署 具法律效力的服務簽收單 確認貴重物品隱私證件有安全放好 在清潔完成後確實清點 才不會找幫手倒斧打掃 卻意外掃出一肚子氣 三線新聞 江博偉 下方明